嗨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鸚鵡小木屋 我是Jack 今天要介紹的鸚鵡也是澳洲鸚鵡家族中的一環喔 這一次一起合作的有知名的虎皮鸚鵡阿肥 以及以下這些好朋友 如果你也有想要分享的鸚鵡 而在寵物鳥土界還沒有介紹過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私訊我的IG啊 粉專或者是官方LINE的帳號我都會做回覆喔 那接下來就一起讓我們來了解虎皮鸚鵡吧 虎皮鸚鵡是一種腸尾鸚鵡 它主要以種子為食 而它的英文名稱呢 目前還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 有些人叫做Budgy或者是Parakit 而在中文裡面 有些人會稱它為阿蘇兒 鷹哥啊 交鳳 石燕這些名字 而在1840年有一個英國的博物學家 他叫做約翰·高爾德 他第一次把虎皮鸚鵡引進到英國 來作為寵物鳥的飼養 在不久之後 大量的虎皮鸚鵡就開始進入英國 而同時呢 寵物市集上就慢慢出現了虎皮鸚鵡 虎皮鸚鵡的繁殖能力強 而且啊 它們多樣的品種 更大大吸引大家的目光喔 一直到現在 虎皮鸚鵡都是一個非常熱門的寵物品種喔 虎皮鸚鵡它屬於體型比較嬌小的鳥 連同它的尾羽加起來大約落在18公分左右 而人工飼養的虎皮鸚鵡 會比原生種而來的大一些 原生種的顏色為黃綠色的型 虎皮鸚鵡的頭部以及背部 都是黃綠色的 而且分布黑色的斑紋 細細的橫紋有些人覺得它很像老虎的斑紋一樣 而我們講的虎皮鸚鵡這個名字就是這樣子來的喔 它的腰胸腹的顏色為綠色 而它的尾羽跟它的身體幾乎等長 它的尾羽中央的部分呈現深綠色 而其它的尾羽就是對稱的排列狀態 很特別的是虎皮鸚鵡的臉頰部分有橢圓形的斑點 虎皮鸚鵡它的公母要怎麼分辨呢? 他們公母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他們的蠟膜的部分比較不一樣 公的虎皮鸚鵡他們在發情期的時候 他們的蠟膜部分會轉換成藍白色或藍色 而如果它是磁鳥的話 它的蠟膜的部分就會呈現肉色皮膚色的感覺 通常在6個月以上的鸚鵡就比較好分辨出它的性別了 而一樣的呢 有些人也會利用血液ENA採檢的方式 來判斷它的性別較為準確喔 而通常雄性的虎皮鸚鵡他們的頭部會比較大比較圓 體態看起來也比較雄壯魁梧的感覺 而有些虎皮鸚鵡他們公母鳥的個性也有明顯的不同 公鳥有時候較為開朗 性格外向活潑可愛 而他們在發情期叫聲也會比較大 利用發聲的方式來求偶 他們開始被人類飼養之後 開始慢慢演變出了不同的物種不同的顏色 像是藍色白色灰色這些顏色的虎皮鸚鵡也都有看過 因為這種鸚鵡他們的體積比較小 飼養的成本低難度不高 而且他們又有辦法模仿人類說話的聲音 這就讓虎皮鸚鵡這個名聲啊越來越有名 大家也越來越喜歡這個物種 他們是僅次於貓狗的世界第三大寵物喔 虎皮鸚鵡他們的原生地在澳大利亞 他們跟澳大利亞的原住民共存了5萬年到7萬年左右 而他們原始的名字啊也有很多人不同的想法 在原住民語言的翻譯當中 有一個好這個字 而經由當地的人士報導 就把好這個字的意思呢 認為是好食物的意思 而有一些報導啊也宣稱呢 他們是美味佳養的意思 暗示著這種鸚鵡呢 它可能曾經被當時的原住民食用 但是啊這也很可能是偽造的 因為有別的不同的說法 大多數的人認為呢 因為虎皮鸚鵡這個物種 它有遷徙的特性 虎皮鸚鵡他們就像是一個遊牧民族 竹水草而居 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亞的灌木蟲 或者是草原等地方哦 隨著季節的變化 土地會慢慢變得貧瘠 缺水 而虎皮鸚鵡呢 他們會一群一群的 跟著剩餘的水的方向流動 因為這些剩餘的水 有可能會產出他們所想要的種子 而當地的原住民呢 他們可以隨著虎皮鸚鵡遷徙的方式 找到水源或者是其他更多的食物 所以啊 他們就有美味佳養的這個暱稱囉 虎皮鸚鵡他們擁有四色的視覺 所有的視覺的椎細胞都不會同時運行 而紫外線的光譜呢 可以讓他們的羽毛看起來更亮 而用來吸引伴侶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觀察到啊 虎皮鸚鵡他們喉嚨處 火圓形的斑點呢其實是有意義的哦 這些斑點是用來反射紫外線的 那它也可以用來啊區分個別的鳥類 雖然說紫外線對鸚鵡的健康狀況十分的重要 但是也要注意適量就好 在野外的虎皮鸚鵡 他們通常則是去找一些空心的樹 在裡面做樹洞來築槽 他們的蛋呢大約一到兩公分左右 而且呈現白色的 所有的鸚鵡都一樣 母的鸚鵡呢都有可能在沒有伴侶的情況下 生下胃瘦精卵 這樣子的例子最明顯的就是在我們 平常吃的雞蛋上面 想當然這些胃瘦精卵並不會孵化 他們產卵啊 通常不會每一天都生蛋 會隔個幾天再生一顆 他們通常呢會生4到8顆蛋左右 而每個蛋孵化期大約21天 母鳥一旦開始孵化 他們就幾乎不會離開朝香 他們要排便的話就是快速的到外面排便 伸展一下筋骨就馬上回來孵蛋 在這一段期間 母鳥幾乎都是經由公鳥餵食的 而有一些母鳥他不會讓公鳥進入他們的朝香 那這邊也要特別注意 在繁殖鸚鵡的時候 他們有可能因為安全感不足的問題呢 把他們自己的蛋吃掉 目的就是要補充他們生蛋所流失的營養 而為下一次的生蛋做準備 骨皮鸚鵡他們有一些疾病啊 是跟遺傳有關係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在繁殖的鸚鵡呢 就要選擇健康的鸚鵡來繁殖 有其他潛在問題甚至是基因異常的鸚鵡啊 都不要進行繁殖 更不要說可能有一些寄生蟲 甚至是一些病原體 病毒細菌的這些情況 都有可能經由直接或者是間接的方式去傳播 有一些虎皮鸚鵡會有歪頭 或者是他們的腳外巴的情況 這有可能是因為呢 他們當時在朝香裡面的時候 母鳥不小心壓到 或者是他們的底部啊 太滑了 而讓他們腳步扭曲變形 你可以放少許的電料 例如椰仙 有些人會覺得說不要用墓穴 因為墓穴呢 在幼鳥孵出來的時候 有可能母鳥會找不到幼鳥被埋在墓穴裡 也是有這樣子的情況發生過 此外你也可以放一些小紙條 讓母鳥呢 去把它雕到草裡面做草 隨著幼鳥慢慢長大 慢慢長出羽毛之後 到第五周 幼鳥其實已經足夠強壯了 那他就會慢慢離草 他們主要啊 去嚇阻爹爹的方式就是大香的鳴叫 而到六到八周的時候 他們在野外的虎皮鸚鵡就會完全的斷奶 但是每一個個體啊 他們可能都會略有不同 這就跟他們的年紀啊 還有幼鳥的存活數量有關喔 野外的跟人工飼養的虎皮鸚鵡相比呢 人工飼養的虎皮可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慢慢斷奶 因為虎皮鸚鵡的個頭比較小 所以建議新手如果你想要入手虎皮的話 不要從太小的超幼開始飼養 這樣飼養起來是相當有難度的 虎皮鸚他們算是一種社交型的動物喔 他們需要經由大量玩具的刺激啊 還有人工互動的方式呢 來去豐富他們的生活 尤其是雌性的虎皮 他們在繁殖期更需要一些木材啊 或者是小紙條 讓他們做竹槽的一個材料 當他們受到威脅的時候 很有可能飛到高處 而緊縮他們的羽毛 表示他們很緊張喔 訓練過的虎皮鸚鵡呢 很有可能會學人類書畫 吹口哨啊甚至玩耍 公鳥啊他們的唱歌能力 比母鳥來的強一些 而且啊模仿起來 會更為相近更為明顯 有一些比較厲害的公鳥 甚至可以掌握十到上百個單字喔 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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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喜歡去咬一些東西 所以有些人啊 要幫助他們修繪啊 或者是補充蓋子 就會提供他們一些礦物石塊 有分喊點的跟不喊點的 或者是一些像墨魚骨 這類的東西啊 讓他們啃咬不會 而蓋這個東西呢 也十分的重要 對於他們的骨骼發展 佔有相當大的地位 還有他們在生幹的時候 形成蛋殼 蓋對他們來說也很重要喔 在人工飼養的情況下 平均下來他們的壽命大約5到8年 但是有一些比較長壽的 可以活到15到20年 這個壽命的長短 就取決於你們的生活飼養環境 以及你餵他吃什麼樣的東西 還有他們的品種 也有很大的關聯喔 更重要的 我們要多注意鸚鵡的運動狀況 每天均衡的飲食 然後要勤奮的清洗飼料杯飼料碗 洗澡對他們來說也是相當的重要喔 順道一提 有些人會說虎皮鸚鵡啊 不能吃高麗菜 他們會覺得生的高麗菜呢 有可能會給虎皮帶來一些疾病 那也包括菠菜裡面太多的葉酸 對鸚鵡大量食用來說都是不好的 那這一點的部分呢 保險期間各位也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你今天養了一隻虎皮鸚鵡 在互動上面要注意一些什麼事情呢 在跟鸚鵡做互動的時候 溫柔的語氣是相當的重要的 它可以幫助他們緩和情緒 而且他們也比較不會處於非常緊張的狀態 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當他們不會害怕你的時候 慢慢的將手伸到籠內 甚至說去推一推他們的肚子 讓他們認為你的手是七木 可能會嘗試站到你的手上來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可以搭配一些口令的方式 例如過來啊上來 那他們把這個語調聲音呢 還有他們的行為模式做一個連結 在往後的訓練上面啊會比較有幫助 目前虎皮鸚鵡 並沒有被列入管制的物種 他們都是可以合法進出口的一種寵物鳥 有時候台灣也有一些逃逸出來的寵物 虎皮鸚鵡 由於長期的人工飼養 他們在野外其實已經很難有捕食的能力了 而且他們體型嬌小 更容易受到當地物種的排擠 之前更有聽說啊 有人利用慈善的名義 大量的放生虎皮鸚鵡 這樣子聽起來 想起來實在是有點可怕 總結來說 虎皮鸚鵡是相當常見 而且相當受歡迎的一種寵物鳥喔 飼養難度還有價格並不高 擁有說話能力 而且他們相當的聰明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那他將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在2012年啊 日本有一個人啊 他飼養了他的虎皮鸚鵡 有一天不小心被他飛走了 最後他找回家的方式呢 竟然是因為他說出了家裡的地址 那是因為主人啊 在他飛走之前 有曾經教會他 說出自己家的地址 最後那隻走私的虎皮 也回到主人的手中囉 另外這邊也要提一下喔 有一些變種呢 像是大頭虎皮鸚 或者是羽衣虎皮鸚呢 他們的數量啊 相對比較少 所以他們的價格就相對比較高 如果你現在已經有養虎皮鸚鵡的觀眾 臉書呢 也有一個社團 叫做虎皮鸚鵡鳥秀群 他目前呢 有1.5萬位成員 裡面有很多很厲害 經驗相當豐富的鳥友高手 有興趣的觀眾 也可以上去搜尋一下喔 那我所有影片參考的資料 一樣都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所以在思考 要不要做一些 跟台灣生態環境 比較有關的議題 一些介紹 或者是一些比較本土 動植物相關的介紹影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最後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並且分享 還沒有訂閱的觀眾 也要趕快訂閱喔 我是Jack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也要趕快訂閱的觀眾 我也是想記得 先錄一下 我也是想到 那個影片 掉線 也要嗎 你們就一下 你